你手里的路虎是不是三天两头换一回 五天六天你被坑一次 十天八拉月 你满一台车花五十万修车花了一百万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安排一台 奇瑞路虎捷豹 缆胜极光 我身后的这个极光 这台车呢 新车指导价41.78块 然后大家都知道七折虎八折报 这台车的终端优惠 能达到十块吧 如果有真实车主评论区下方告诉我 这款20款的指导价41.78的这个运动款 它的提车裸车价格是多少 我相信它不会超过35块 新车要不然就埋没了七折虎八折报啊 兄弟们 然后这台车作为一个改款 说是全新 但其实它就是个换汤不换药 今天给你们安排一期 路虎极光满满等等 这个新款的极光呢 现在有长轴版本的了 就是极光L 但是今天给你们讲的这个呢 依旧是短轴版的 只不过外观和内饰 还有一些配置有所变化 但是底子还是那个底子啊 兄弟们 新的钥匙看起来也是非常漂亮 这钥匙你往桌上一放 跟他大哥懒胜 西湖一模一样 然后门把手也变成这种了 隐藏式的了 然后拉起来的感觉啊 兄弟们 这个 拉起来感觉还ok啊 也比较满满等等 毕竟那玩 早些时候 他是路虎的 幸迈 首次有了隐藏式门把手 然后 整体一个内饰门板 他还是跟原来一样 你摸起来 硬硬的 底下呢 就是薄薄一层皮 下面呢 还行 多少沾点软和 然后整体一个座椅 跟原来对比的话 稍微软了一些 但是还是小 这个空间还是小 兄弟们 然后 这个方向盘啊 也变了一点样子 只不过呢 感觉就是 你就像这种 感觉触摸式的东西 多了一些 包括 这个空调面板 其实说实话 兄弟们 这个路虎的这种空调面板 包括这个 触碰式的这个中控 导航屏也是 他的反馈的那种阻尼啊 还有他的延迟度 真就一般兄弟们 用的确实不方便 然后值得夸奖的 就是这个夜经仪表 这个还算不错 其他的地方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无非就是还有这个 他的电子挡霸 从旋钮换成了 跟缆运和卫视 还有新款的发现物 一样的 这种手扒了似的 电子当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这台车的后排 兄弟们 后排打开之后 没有加长过后的 暖色极光 后排 我真是不想坐呀 哎呀 兄弟们 坐进去之后 因为他这个座椅啊 他这个长度够用 所以吧 你即使是腿部空间 然后 算了 我没法 没法说 就是小 想夸你一句吗 真是不张脸 真小 兄弟们 真小 你想想这个地方 做他妈狗 这狗都难受 算了 不夸了 然后前排呢 是一个我 九头身的一个桌子 所以可能我后边坐人就难受 但是我前面进去之后 这也是江江巴巴的啊 兄弟们 这个姿势我开车还算舒适 你想想要是12头身的人开这台车 后边是不是连狗都坐不了 对吧 所以说这台车空间是一个弱点 所以他就推出了一个长走距的版本 激光 要比这个后排宽敞多了 所以这个二手的激光 问的人就少了 因为毕竟他新车优惠就大 对不对 很多人可能好奇 现在这种准新 一年车算不算准新 可能有人觉得他还是老车吧 老豪车 就是这种一年的老豪车 跑了两万多公里 两万五千公里 他现在行情是多少呢 我们车贩子收的话 那大概行情就在26 27多 主要看车况 就是26到27.5这个区间内吧 然后呢 这台车 你如果想在我们车贩子手里安排一台呢 可能需要28 左右到29 这么一个区间 你才能安排一台 二手开了一年 两万多公里的懒胜 激光 然后这属于一个冷门车 我们相对来讲的话 利润肯定就是7%起步 不像常规车 5%起步 这种冷门车收回来之后 必安排 七个点的利润 要不然吃啥喝啥 对不对 要不然你们怎么可能说我们是黑心车贩子呢 以后车卖贩了 就没人说你是黑心车贩子了 多么的寂寞 孤独啊 然后发动机还是那个发动机 变速箱还是那个变速箱 没什么多大的提升 厂家的数据兄弟们 看看就完事了 整体开起来的感受 还是以实际体验为主 这台车开的咋样呢 底盘质感各方面都不错 然后很多人就害怕这个路虎坏 那只不过是以前的路虎兄弟们 以前的路虎只不过是小问题多了那么一丢丢 你其实你真正去问路虎车主的时候 人家可能觉得你是一个撒播一啊 明明自己没路虎过 天天说别人车 这坏那坏 那人不就把你当成撒播一了吗 对吧 你天天喷人家车 人家能高兴吗 所以吧 真实车主 请出现 评论器下方告诉我 你手里的路虎 是不是三天两头换一回 五天六天你被坑一次 十天八老月 你买一台车花五成万 修车花了一百万 其实吧 我个人不怎么喜欢准新车 但是有时候说实话 店里人他都想打我 就说我这些准新车不能买 又是老豪车不能买 感觉 自己坑自己 自己骗自己 做自己 说自己 自己骂自己 你们觉得呢 反正我是有啥说啥 因为 咋说呢 我毕竟是一个刚二手车的 我一个从业者 能把这些话说出来 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信的 再就是我问心无愧 车这个东西就这样 尤其是二手的 他肯定是没有新车逮劲 没有新车好 你二手车你说上天了 你给他夸的再好 他不就是个二手车吗 对吧 你除了那几个别的 你买不着的这种车 你就像 Ferralli Lafa那个 然后 还有科尼赛格 对不对 这些个车 那上下的 普普通通的二手车 你再给他夸的天花乱坠的 那不就还是个二手 虎子是虎子 那也是个二手虎子 那指定没有新车 虎子得劲 指定车还是那句话兄弟们 我个人认为啊 还真不如买个新的 因为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你去贷款买个车 你说二手车贷款利息那么高 你买个新车 多得劲 二手车贷款利息还低 你最后你说你买的二手车 贷款买的准新车 最后办完 算不算比新车都贵 谁能告诉你这事 对不对 留个关注 喜欢我长安赞 来个爆炸 明天见 拜拜兄弟们